大家好,欢迎来到香港生涯市卖增湿工程 香港生涯市卖增湿工程经理工程 跟我们说的是铝合金,相当普遍的铝合金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本科了!主要是说铝财 铝的铝分裂和承认很多种 當然我們日常見到銀灰鋁,大小小鋁,物理性能,鋁合金,工程中的應用 鋁材的表面處理,有時候有很多顏色,銀灰鋁,古銅鋁,鋁門窗的安裝 安裝鋁窗,換鋁窗,這些是很經常碰到的 長新鋁單板,比較大的工程,商業性,外長鋁單板,鋁板,Credding 大工程都經常會遇到的 說到鋁,鋁是哪裡來的,鋁材實鋁有很多,地球有很多鋁 第三,除了鋁材,鋁材實鋁,鋁材實鋁,很難提煉出來,很穩定 很難提煉出來,不像鐵,銅鋁,直到上世紀初,德國才提煉出來 因為當時很需要做飛機,很需要有鋁 就告訴我,鋁材實鋁,鋁材實鋁,就算是說鋁材實鋁 當然鋁材實鋁,但是就是鋁材實鋁,但卓出了 只要鋁材實鋁、鋁材實鋁的人,抑負出鋁材實鋁 放鋁材實鋁,不像鋁材實鋁,但是我用鋁材實鋁 抽出氧化铝,抽出氧化铝后,仍然很稳定,我们用高压电,高压电几万伏的 高压电和氧化铝后,放入氧化铝后,因为大量生产,把氧化铝分解出来,所以我们叫做电解铝,用很多电,因为通常这些铝厂都是在发电厂的附近,水力发电,因为它用电很厉害的 主要铝那么贵,因为它用电,抽出氧化铝,做一条条,你看这些铝杯,一条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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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铝很容易菜圆那么扁,它本身是很软的,一般的铝来说 它的溶解度也很低,600度就溶了 几吨的矿吐才可以提出一吨的铝 那个铝都是分类的,铝很重的,但通常我们都不用怎么分 因为我们要做装修工程就不用理哪种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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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 我们不需要分得那么清楚,但它查了很多种系列,国际系列 通常那些一般的装修工程都是6061的,它用4个号码代替 它代表不同的铝合金的化合物,铝、铝、铜、铜、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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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一些机器很大压力,一种就是驻铝,汽车发动机,用铝驻出来,当然我们做工程很少用到驻铝这方面,通常都是断,扎,制,这三种,现在各路铝厂都做到这些工序了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铝厂出来,怎么成型呢,叫铝很小,扎出来 鐵也是這樣做,鋼也是這樣滾出來,軟鋼也是這樣滾出來,滾成一塊鐵片,一塊鋁片,一塊鋁片,或者形狀,都是滾出來的 天花造的,牆身的板,都是用這些滾出來的 滾出來,滾出來,角,如果是角,可以折,我們叫吵,主要是鋁通,吵,管,通常要折出來的 折出來是一個帶,一個帽,這個就是鋁杯,煮熱它500度,通過折麵粉,以太米粉,把它折出來 折到一個角,或者一個槽,折一條條,折出來,折出來,折出來 另外就是啤,大家很熟悉,為什麼要啤一些東西出來,方舊鋁在這裡 上下用幾噸的力量把它啤出來,好像餅刃一樣,啤一條這樣啤出來,很多家庭用品,那些鋁煲 那些鋁煲出來,有時候有些鋁型財,例如有些鋁鋁劇,例如有些鋁鋁劇,我可以折回大陸 他們幫你折出來的,數量有這麼多,它特別這樣折做,我幫你折出來的,數量多就可以 那些鋁煲出來的,通常叫折出來,古怪些的樣子都可以折出來的,數量有這麼多 鋁合金物理性,鋁合金是非常硬的,硬到可以做裝甲車的,英國以前的裝甲車是用鋁做的 因為它輕的,可以走得很快,就不會有這麼多強度,它可以比鋁強,當然它會貴很多 但是它輕,可以600MPA的,屈服強度,屈服強度就是要屈服強度 屈服強度就是要屈服強度,一般簡單的解釋就是屈服強度 它是1.1MPA的,普通來講只有鋁是3分之1,3分之1,鋁是比較軟的 它拉升強度就是鋁是2分之1,一般我們在鋁是350MPA的,拉的 鋁是600度,所以在消防方面就慢一點,有時候做結構也不好 一天有火災600度就很快用,因為普通的火是800度 導電性能,導電性能,鋁的導電性能非常好,最好是鋁,第三就是鋁 國內有鋁電線,很普遍的,國內有些花線,通常都是鋁 但是它有一個不好處的鋁就是,它伸縮性太強 它預熱,膨脹,會不會伸長,變成你電線伸長了,不是你 但我脫了出來,怎樣啊,你收緊了,我斬好這件事,熱漲冷暑,它就鬆軌了 所以一般正式的配電,就是少用鋁線的,香港就直接不會用鋁線的 那生熱性就好,有時候那些生熱片,譬如電腦那些生熱片,用鋁線來做 說它生熱性好些,而生性就好,變成我們啤,怎樣啤,把它拉,拉到成形 都比較容易的,硬度,硬度,硬度,不看它的表面處理 硬度,譬如有時候可以用釘,將它滑花了,但它有時候要氧化,表面要氧化 就像你師傅說,它會生出來的,它會自己生出來的,就是它表面的氧化 你一畫,鋁線很像是畫花的,但它會自己生出來,因為它時間長了,它又會自己氧化 適合性,各種鋁線有很多不同的,有些可以融結,有些用癡,有些不可以消汗,有些一定要用瓦釘,拉釘 內磨,譬如有時候可以有些鋁的髮,甚至做地板,我稍後會說,鋁的地板其實也有,常見,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內腐蝕性,酸鹼那些,鋁其實是差一點的,腐蝕性,所以你有腐蝕性,所以沒有鋁的水管 生物毒性,譬如我們喝水的鋁罐,或者裝食物那些,不過目前來說,鋁的毒性暫時還沒有驗到 大家根本建築工程中的應用,大家不要陌生,滿昉啊! 家裡看一看,鋁的瘡全部都是,鋁丹板 鋁槍從大約40年前開始香港流行,以前都是鋼槍的 鋁丹板,鋁丹板就是我们看到地牙铁那些长板一块块 它卡顶,你想多了,通常商场看到鋁丹板,一会会往,吊顶 有些全铝的吊顶,我们一般看到玻璃棉多,但也有一块块的铝的吊顶 一条条的鋁板,吊顶,木长骨,白月链,白月封厚 白月封厚,白月封厚多很多,铁铁铁铁平台很多,铝铁铁铁 登具,登具用铝做轻,通常我们这些工程中不需要理,比如登具,铝的那些 表纸,有很多用铝,有轻的,工具有上,小五金,没出木金 我们看到这些块,背景这些块叫做化铁,一般叫做化铁 通常用工厂区或者地板,我们都看到这些花铁的,还有防创栏,地板 刷手铁不是铝,铝板,是铝,属于硬铝的一种,它表面很硬的 它屈服强度都特别强一点,所以一本以为它是铁,实际我们叫做化铁 实际我们叫做化铁,实际它不是铁,它是铝 所以它表面有光泽,如果你伸起来,都很漂亮的 你看看,铝财表面出来,我们当然知道很多,常常听到骨铜类,黑铝,银灰类 一般铝就是阳极氧化,阳极氧化即是在电解析的容量里面,将铝放在阳极那里 令它快一点氧化,让氧化厚一点,快一点,阳极氧化,一般银灰铝 甚至黑铝,广童铝都是阳极氧化,电荣,电荣的意思都是跟电道差不多 但它又不是电金属上去,比如我们可以将它用一些油漆 然后将油漆电到铝上面,这样去解释 所以电容,它就不同电道,它是将粒子用电,所以黏在铝表面,它会做到亮一点 变得上去的金铝,那本相可以亮一点 粉末粉末粉末,泡多多高,大家知道它是正电粉末粉上去的 通常实际很多,滑很多,厚很多 坐火车路,很多那些板,那些长板都是静电喷涂,噴粉 弗坦7喷涂,弗坦7喷涂是很耐,很坚硬的涂层 它都是静电喷涂,都是噴上去的,浸漆是很坚硬的 要求高,抗风化的地方,室外,会用到佛坦7喷涂,香港是少见的 牧民转印,牧民转印有这件事,但一般都不是很流行 其实它是电影了之后,或者氧化了一些颜色上去 然后再贴一块透明的牧民胶纸上去 那块胶纸有时候好像一块脚掉出来的,所以它不是很耐心的 所以上面有一块胶膜,挺可乱真的,做得很像的 牧民转,表面出来 铝门窗,银灰转我们都叫白转 有些地方会用黑铝,古铜铝,大家都不会陌生的 金铝是少一些,金铝应该是电铭出来的 白油铝,白油铝会多一些 白油铝,它是在铝上面,焗7喷涂 油漆在上面,噴漆那些不耐心,噴漆那些不耐心 我们一般都是用谷漆的,噴漆很容易脱掉出来的,白油铝 白油铝,其实都是费用费用的 当然我们如果用高级的,也是用爆胶铝 甚至太空铝,国内有些太空铝 太空铝铝也是普通的银灰,打沙子,当然它硬一点 应该硬到强一点 当然铝窗很少用太空铝 哪个铝窗是怎样呢? 这个铝窗是一个主力框 这个框就是安装在墙上的 这个框就是可以推出来的 这个是玻璃窗,这个位置的价位 如果用了几十年就会发霉的 这个框就安装在墙上的 比如我们有时候换铝窗,免得你测这个主力框就很麻烦 因为它吃实了,那个墙也做了防水 如果你拆这个框就很麻烦 铝窗有时候我们出去阳台,出去露台 有时候都是用铝窗,比较大的有露台的住宅 就会用到铝窗 铝窗的安装,我们主要是安装的主力框 就是这个外框,这个墙框 到上去打一把座螺丝 有一个铁耳或者磨耳 有人叫磨耳香港 就是一个紧固件 这个普通话就是铁耳 这样撞上去 有些粗一些或者麻烦一些 批诊 有时候直接打螺丝上去 甚至用一些英尼沙把它捉住 打个木尖用英尼沙把它捉住 铝窗通常这些麻烦就是 英尼沙把它封住 日子留下来,就流水了 很普遍的铝窗流水 就在这里,那些水滲了 滲了,滲了窗台湿了 有些以前就经常打那些贵教 打那些折教 加了20年左右就扑开了 所以20年左右就要重新再放水 油浸放水上去 大家可能会遇到这些 刮跪地有一个洞 会做到这样的 你看到这个位置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这个位置 做什么 可以收到螺丝用的 例如另外一件事 你打横收到螺丝 可以收到螺丝 因为这些薄位你收不到螺丝 固定一个枪 固 还有这个铝窗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有很多材料 白统 古童统 看到这里 组件 通常用窗,看大小的窗框不需要太厚,大幅窗的窗框比较厚,不容易屈,受风力 通常用40両窗,40両,50両,就说这个窗框的阔度,40両,45両,50両,这都是西窗,一般住家是西窗 大一点,60両,65両的窗框比较厚,大幅的窗框比较厚 一般这些窗框的窗框是1.2毫米,即是1.2mm,基本是标准的 那样化网,一般是10m,1毫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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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限度 那一毫米一毫米, compassionate,10毫米,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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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米,3毫米1毫米,2毫米 其它窗框都不凹,也是一定不凹,特别欧米,1毫米5毫米,1毫米5毫米,2毫米,2毫米,1毫米,2毫米,2毫米 这些成品的套枪,嵌入式的套枪,嵌进去的,套入那个旧框那里,快点,不需要拆那个主力框 可能有时厨房,厨房,快捷很多,拆了枪,如果不用整个铝枪换,整个铝枪换,拆开铝框就麻烦点,要補泥水,做防水,麻烦点,贵点 时间有长点,可能要搭棚,所以要求不高,快捷,买个套枪,套上去,有个新套用 装厨房,做小工程也很少做到装厨房,如果做稍为大些工程,有装厨房,长新铝板的安装,装厨房 这些是普通的最常用的,譬如我们看到地下铁有些长板,都是和这些差不多的 可以说是装装的,有个铝板,有个铁耳,中间有一个Steven,即是家固,让它不要那么软身 整个铁耳,整块铝板,装上墙,这个铁耳很紧固,这里有铁耳,铁耳,这块铁耳,这是龙骨 做了一些龙骨,把铁耳碰上,把铁耳放在铁耳上,收到龙骨 做起后,这个铁耳也有个位置,它就打胶,封住它,十几二十年前很多,经常见到这些用胶 它首先放一条,放一条发泡胶的塞条,放一条,塞住它,因为你这么大条,多少玻璃胶才足够 它首先放一条塞条,塞住位置,一条圆的发泡胶的塞条,塞住它,然后打外面打胶 不用这么浪费胶,相当抱怨,20年前,通常都很常见 但现在通常都是用铁耳槽进去,反正是用铁耳槽进去,不用折胶 玻璃胶也不便宜,日久会风化 铝扣板,铝扣板,通常铝扣板,这些是国内的用语,铝单板,铝扣板,香港做市场的铝扣板 国内的铝扣板,通常是用天花,一块铝扣板,铝扣板,通常是铝扣板 十几年,最近十几年,20年都有了整20年,初初是由外国出口 那些叫做铝扣板,即是一块铝扣板,中间夹着一块铝扣板,两边铝扣板 铝扣板放好一块铝,二块铝扣板,一一施,十分一个毫米 足够有五施,三施后都很便宜,很薄的 三施后就差10分之3毫米,十分之3毫米,相当薄的 Four 它便宜一些 雷熟版,它是四百尺来的,一块四百尺 去买吧,四百尺一块 你买回来,刨坑 或者是拖坑 通常是拖和上头 拖和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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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的耳朵 模仿了铝丹板 自己装上头 大小的,不同形状 都可以自己装出来 一块四百尺 三百元一块 安装了铁耳,就像做铝丹板 在上头墙 好啊 简单的 概括的 说了铝合金工程 的知识 希望大家 学到东西 下次见,拜拜 好,拜拜 感谢观看